哎呀刚从麦当劳吃饭出来 现在是酒不饭饱 这个季节经常有卖草莓的 这让我很意外 一般来说草莓在匈牙利的话 六月份就结束了 这有一个大哥在这要饭 我不得不说呀 这是我今天这两天 预料的第一个要饭的 而且这个大哥是残疑人 但是在这边能要多少钱呢 就是从华沙的建筑上来看 这个地方应该是个 非常富裕的国家 不亚于北欧 因为所有的墙都是粉刷过的 所有的地上也都很干净 人们的素质也很高 但是从经济上来看呢 它又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这种东西我很难说清楚 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国家 和生活在北欧没有区别 就是因为它这个价值系统 是一样的 北欧是高工资高福利 这边是低工资 但是整体来说呢 这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 进里面看看有没有 什么商店 这边的商业区很少 对我们来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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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